12月3日,来华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的多位外国政要在北京就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就以及全球合作未来发展等问题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表示,多边主义对于世界而言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一些领域出现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倾向,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多边主义仍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流趋势。 苏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后任主席达尼洛·图尔克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国际社会多边主义合作。 中国有一个承询的执行方法,根据它是自身的经验、自身的成绩,但它是估设到与伙伴们在世界上。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是一种多个大陆的专业的专业,专业的专业业关系。 新西蘭前總理珍妮·西普利說,自己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堅定支持者,她表示,該倡議的特別之處不僅在於她強調貿易聯通,還在於她推動相互開放市場。 Belton Road's initiative around telecommunications, around transportation, around energy investments, are all enablers for economies that once they've got those connections, then they can move through into producing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rading effectively with their partners. 多位前政要在採訪中提及聯合國、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改革問題。 他們普遍認為,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應進一步完善其代表性,更好的造福世界。 同時,他們也認為,諸如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機制會促進各參與方的發展與繁榮,帶來更多合作機會。 更多精彩微信賴告訴大家 Can't wait! 更多精彩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設計網路展示範能力 與電脅威力、有關主援,有關主援 MUG YCK雛 unable安心 enLVq